据俄罗斯RT网站报道,美国官方4月30日表示,驻阿富汗美军司令部不会再统计阿富汗政府军控制了哪些土地,塔利班控制了哪些土地,以及这些领土上居住住多少阿富汗公民。 报告中强调,驻阿富汗美军司令部认为,从制定决策的角度来看,这些资讯不再有用。 美媒表示,在日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约翰索普克的一封正式信众,美国军方代表称,他们自去年10月以来,就没再收集此类资讯。 监察长批评了这一决定,并指出这是唯一为加密的资讯。 他认为,只有这些资讯,才能评估地球安全领域的变化。 俄罗斯RT电视台评论认为,这个国家在阿富汗的20年战争期间,没有拿下阿富汗。 已经惨败。 俄罗斯媒体认为,美国不敢公布美军住房情况,是因为阿富汗已经有90%的国土,掌握在塔利班手里。 美军实在没有颜面说出真相。 尽管特朗普4月还在呼吁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帮助稳定阿富汗局势。 但无人呼应。 据悉,美国驻阿富汗部队指挥官斯科特米勒将军的发言人大卫巴特勒上校,在接受星条旗采访时表示, 这些资料对于解决美国特遣队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毫无价值。 他强调,美国国防部此前提交的地区阿富汗稳定性评估结果没有必要,而且他们对执行我们保护美国公民和盟国的任务贡献不大。 美国新条旗网站指出,2017年,时任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的约翰尼科尔森将军称,从打击恐怖主义角度来看, 关于武装分子所控制领土内的人口数量资讯是最直观,最具暗示意义的。 美国国会删报强调,在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停了向美国国会提交关于美国武装部队情况和行动的公开报告的做法后, 提交有关阿富汗军事资讯的政策,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周前,约翰·索普科对记者说,他对军方试图限制、披露,有关阿富汗局势资讯的立场感到不满。 索普科指出,我认为这毫无意义。 阿富汗人民知道塔利班控制的地区,塔利班也明显知道哪些地区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我们的军队也知道,在阿富汗,所有人都知道。 唯一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是那些为此付出代价的人,即美国纳税人。 美国司令部最后一次提供有关阿富汗地区领土控制情况的资讯,是在今年1月份。 根据星条旗的报道,目前有63.5%的人口,居住在阿富汗政府控制的领土内。 阿富汗政府控制住53.8%的地区,去年11月,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在报告中指出,喀布林官方控制了该国56%的地区。 这是自2015年以来最糟糕的结果。 然而,到今年年初,政府失去了对更多地区的控制权。 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隐瞒了喀布林政府现在控制的领土资讯,但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的其他资料也并不乐观。 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塔利班对政府部队的袭击次数,比上一个报告期,2018年8月至10月,增加了19%。 阿富汗军队的损失,比同期增加了31%。 去年同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方拒绝提交有关该国领土控制权的资料,表明阿富汗政府正逐渐失去对塔利班的控制。 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资料,自入侵阿富汗以来,美国在这个国家的战争中,花费了大约7370亿美元。 重建阿富汗要花费1320亿美元。